大家好 我是钱子 T台正经化YouTube频道 你订阅了吗 我们将在达成10万的订阅之后呢 会举办一个惊喜的彩蛋活动 到时候还会有神秘嘉宾现身哦 大家最期待哪一个神秘嘉宾 来我们T台正经化呢 快按右下角的订阅 并且在这边留言 我们会把这个嘉宾请来现场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大家都说韩粉出征寸草不生 很多人对韩粉有一些意见 因为在网络上可能有一些言论 有些人觉得这样没啥好 不过现在有一些新的证据出来了 这个是韩国瑜阵营的指控 王潜秋指控说 其实也不是指控 也拿到一些证据 谢长廷的一个基金会 里头的一个青年基金会 他有教大家 从去年5月开始有教大家说 如何来反串韩粉 而且要装得很像 如何打出超级像 韩粉的留言反串文 白细编这样子 他们还有这个步骤 第一步要先打好 非常没有逻辑的留言范本 第二步是要把一些关键字 转换成中年生蓝的用语 第三步是 标点符号全部删掉 也不要有空格 第四步开头请加上 我不是韩粉啦 但是点点点点点 然后文字最后加上 认同请加一 去各种批韩的粉砖 留言大成功 当然这如果是 从去年5月就有这样的 叫战手册 不晓得有多少数量的 所谓他们的青年军 在各大网路上留言 假扮韩粉 去攻击别人 这数量现在不知道 可是的确有这样的 叫战手册 是在他们的网路上面看到的 那王潜秋说 过去攻击像 包括说李燕秋 黄光晴等人所谓的韩粉 是不是就是这种反串的模式 大家记得 现在黄光晴 光晴姐对这个 韩阵营还是非常的不谅解 就是大批的韩粉去攻击他 那会不会有可能是反串的 我必须讲 这种 这种操作模式 已经不知道搞了多久 一直都在这样干 早就知道了 对 早就这样干 而且你知道 这个是个新文化基金会 就是向您创立的基金会 找出来的证据 因为他过去放在他脸书 过去很久以前的一个照片里头 现在删掉了 他现在已经把它删掉了 那新文化基金会 之前还有光荣事迹是什么呢 就是他里头有一个人说 我本来是柯粉 就跳出来说 现在柯文哲让我太失望了 那个人叫潘元思雨 就是他们里头的人 他们向来在搞 我跟你讲 这个新文化基金会 就是个假掰反串基金会 每天都在鬼扯 每天都在造谣 这种基金会是向您支持 而且他专门在拿公家政府预算 他申请了一大堆政府预算 包括盒库 包括一大堆有的没的 为什么他都可以这样做 为什么政府还去支持 这样一个奇异怪怪的基金会 然后这个基金会每天不干正事 天天在造谣 天天在声势 然后发在刊物里头 他们发在刊物 现在都进各大学校园 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民进党执政的关系 各大学校园里头都有 然后全部都是骂南军的 然后全部都是支持民进党 反正就是蔡英文好棒棒 然后其他不支持蔡英文 都是王八蛋 就用这种方式 每天都在写这种东西 然后我们居然让这种刊物 持续在校园里头流窜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必须说 我们的政府已经失能到一个极致 我也必须跟大家讲 这种反串的步骤 我已经看了太多太多了 最近这一年来 到我脸书留言骂我的 十个有九个 你去点去看 它都是僵尸账号 就是那种已经 可能登录是2008 2006的 然后停了十年八年不运作 突然之间又复活来骂人了 一大堆都是这种东西 然后我必须讲 现在蔡英文这边的人 一直想要把它转说 你看都是韩粉很难 韩粉无脑 韩粉干嘛 但是最近有一个事件 马上证明了 其实英粉才是最可怕 什么事件你知道 德国之声事件 也就是林静怡去出了包之后 一大堆人去骂德国之声 说他是中国之声 那些人难道是韩粉吗 不会吧 那全部都是英粉 那你去比对一下 那IP跟赞号你就知道 跟那些反串韩粉的大量重叠 都是这些人 所以一直以来这些网剧 就是蔡英文的走狗 就是蔡英文的手下 民进党还要在凹吗 是 谢长廷其实有一些回应 谢长廷说 来以每天念资在资不累吗 她说韩正宜什么事都扯上我 2020年我没有要参选 却经常占据选举新闻的版面 怪怪的 好了 可以让我好好的做 我的外交工作了吗 她的意思是说 就是王浅秋做这样的基金会 指控他的基金会是常 新文化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把我扯进来干嘛 原来又是把年轻人在网屋上 讽刺的文章看成教学 谁啊 兰英太想念我 每天念字在字不累吗 其实我觉得 谢长廷部长或是院长 他的文章还蛮年轻人的 有时还蛮酸的 你确定是他自己写的吗 有人帮他写吗 我就觉得他好年轻 他也70岁了 然后他也特别 我们也特别再讲一下 谢长廷院长他的基金会 他的预算是由公部门补助 预算补助119万 来自公部门文化部5万 清发署2万 食药署1万 环保署10万 就是其实是有政府部门的补助 应该只是某一年的 他其实拿政府的补助 已经很多年了 不只是这样子 新文化基金会出了一本会训 会训是放在校园里面 给学生索取的 里面的会训都在说 第一个蔡英文好棒棒 然后第二个韩国瑜好坏坏 就在这两个主题 每一期都是这样 可是我要跟大家报告 我觉得大家对于基金会 这件事情可能没有 那么认识的清楚 基金会就是在做公益的 为什么 因为你捐出去的钱 是可以抵税的 所以基金会成立的 以后的义务 就只能做跟设立目的 有关的事情 新文化基金会登记在哪里 登记在台北市文化局 他的设立目的是什么 推广新文化 推广善良风气 我看不出来说一本会训里面 要嘛就是在帮民进党的立委 候选人辅选 要嘛就是在攻击政敌 这里面攻击了谁呢 曾经攻击过郭台铭 曾经攻击过柯文哲 当然韩国瑜最虽最大中 这样子叫做善良风气 这样子跟文化有什么关系 我已经跟文化局具体告发了 要他去查说这个基金会 是不是挂羊头卖狗肉 毕竟为什么 因为捐进去的钱是可以抵税的 你既抵了税 又变成你的政治打手 这叫什么呢 这叫在抓法律的漏洞 所以我觉得卸藏典 你也不必再去呈口舌之能 你要我们忘记 你可以下架民进党就下架了卸藏典 网军的事反串的事 大家可以看我五月的时候 这是我五月的脸书 我五月就抓到了 所以当然有 我五月抓到就是高雄市议员 简幻中 有一个粉专是专门骂韩国 也叫做政治脑残中心 对不对 他里面就PO了一个 是在黑丘雨萱的影片 结果被人家发现 这边嘎嘎嚼嚼的这边 是简幻中服务处的logo 所以后来简幻中也承认了 说是在办公室录的 所以这叫什么呢 当然有反串 当然有民进党的人涉入 这个从五月的时候我已经发现了 有很多反串的韩粉 只是说我觉得是对于很多民众来说 真的很不公平 很多民众其实是非常善良的 他只是因为支持韩国瑜 结果就被民进党贴标签 贴成说是一群无脑的韩粉 是一群暴民 我觉得最可恶的 不是我们国民党被这样子冒充 我觉得无所谓 最可恶的是我们所有善良的一般民众 被民进党这样贴标签跟攻击 的确现在如果被贴上韩粉的标签 其实还蛮丢脸的 我必须讲 就会觉得我不是韩粉 我常常坐健身车 遇到健身车司机跟我讲了很多 就是他支持韩国瑜的话 可是他说我不是韩粉 因为好像韩粉就会变成 就像刚刚淑慧讲的 就被标签化了 所以韩国瑜说他非常心疼 支持他的这些朋友 他说网路骂你韩粉 韩粉脑袋不清楚 自己掏腰包花钱买票来造势 很多造势场合 我们看到很多人真的是蛮感人的 不过都是一些阿姨 或者是一些比较少年纪的人 他们的确都是自己去的 也没有便当可以吃 他们的毅力实在很惊人 不管怎么羞辱都要爱与包容 民调每天担心受怕盖民调 支持韩党好朋友非常辛苦 为了一个理念 爸爸妈妈在淋浴 阿公阿嬷在吹风 一切为了下一代 所以这有可能是世代之争吗 这一次的选举 我必须讲 其实这一次选举 让我觉得最奇怪的就是 过去支持民党这些人 现在好像在支持韩国瑜 那过去支持国民党这些人 现在好像在支持参与 好像调换的 对 刚好相反 反过来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难道是因为民党执政了之后 他就跟这些权贵 就跟这些财团全部走在一起 就跟这些社会上流阶层走在一起 然后把这些灵民百姓都不顾了吗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选举 最可怕的就是 以前台湾也有很多网军 有很多人在散布留言 但不像这一次这么严重 这一次我觉得已经严重到 它是已经变成一个有系统性的 不断的栽账 不断的抹黑 老实讲 过去我们会发觉很多跟 只要跟韩国瑜 稍微发生一点点关联的人 他的脸书常常就被人家灌爆 常常就被人家去用很多 污蔑的话去讲 可是你仔细去比对这些IP 直接去比对的话 你会发觉 这些人好像都是同一批人 那这批人到底是谁在指使 现在民进党一直撇清说 杨慧如跟他们没什么关系 这些网军都不是他们干的 我就觉得很奇怪 这些网军都不是你们干的 可是这些网军 其实每次都在帮民进党讲话 每次都在帮民进党操作 那请问一下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老实讲我今天看到 最好笑的一句话 就是像你讲这句话 好了可以让我好好做外交了吗 他做过外交吗 他去当日本代表 到现在他帮我们中央民国 争取任何一点权益吗 我们的渔业谈判他谈了没 我们相关冲刺鸟礁 到底是岛还是礁 我们到底可不可以去那边捕鱼 钓鱼台的我们的渔民 到底可不可以过去了 我们跟日本之间的贸易逆差 到底怎么解决 像你讲帮我们台湾 做过任何一件事情吗 根本就没有 你去那边就是混吃等死 然后去 我老实讲 你去那边出卖我们的国格 然后每天当日本人的走狗 我直接就这样了 你就是日本人的走狗 你每天都在帮日本人讲话 每天就是帮着日本人说 要把什么东西卖到台湾来 台湾东西要卖过去的时候 你讲了几句话 所以我觉得你还好意思讲 然后讲像你讲什么都是白搭 因为你这个人不要脸 到你当初说要退出政壇 后来说这是开个玩笑 当你讲这些话 你这个人人格已经扫地 你这辈子不够资格讲话 我讲实在话就是这样 所以民进党都是喜欢用这些 不要脸没有人格的人 那你要我们怎么看得起这个政党 明显 谢长廷他一直在讲说 让他专心办外交 可是在他心目中 办外交比较重要 办对日外交比较重要 还是新文化基金会比较重要 他还给你一个闭门根 我突然想到了 2017年我就有写会 那时候民进党7月的时候 有办一个新文化基金会的研席营 结果谢长廷特地飞回来 出席那个研席营的开幕 是还专题演讲 对你来说外交比较重要 还是新文化基金会比较重要 心目中那个天平看得出来 新文化基金会对谢长廷非常重要 那时候我来当国民党发案人 我只是发了一个脸书修理他 你一个住日外交不好 办外交 早就要开一个研席营这样对吗 结果他下脸书还 他在脸书还板击我 还下广告修理我 说这国民党不户正业 还下广告 对 所以谢长廷的网军很厉害 他这种模式就是这样 跟文化部跟几个政府部门申请金费 就说来养自己的网军的模式 就是杨慧如 就是杨慧如是他小支的 那谢长廷就大支的杨慧如 这种模式真的很不可取 而且你说谢长廷旁边没有人吗 刘家凯现在驻日的机 他的那个资委领二十几万 刘家凯之前就是新文化基金会的执行长 原本的驻日的机要是那个谁 复兴服回来就是接新文化基金会的执行长 就这样户掉的 所以你谢长廷旁边就养一堆网军 那谁帮你操盘 还是这些网军头 你说可以跟杨慧如撇清关系吗 杨慧如是小支的杨慧如 更大支的杨慧如叫谢长廷 一分钟叶委员要不要回应一下 韩冰的人身攻击 我实在没有办法评论 他的言论他就自己负责 但是我想大家都知道 基金会成立的宗旨是什么 那是有管理的 基金会要申请经费 不是你挂一个基金费的名字就可以 你必须要很清楚的跟公单位讲 你到底要办什么活动做什么用 而且这些都要核销 还要会计师签证 如果他有什么违法不对的地方 那你可以依法处理 就去告他 就去提诉 而且这些钱如果他有做来什么 如果你捐给这个基金会 你认为他的做法你不合不满意 你下次就不要捐给他 到目前为止有什么捐给基金会的人说 你这样做不可以不对不好吗 所以这个是两种事情 基金会要做多重才有可能 基金会不是这样就有一个基金会就可以给 他必须要办活动要核销的 这些都要做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